憂鬱 憂鬱其實它是一個持續的 或是一個暫時性的一個心理的狀態 比如說它的 我們因為一些外在的事件 導致我們心情的低落 悲傷或者是難過 那這個東西它可能是持續的時間 也可能是短暫的 這是一個正常的情緒的反應 所有人都有可能的經歷 有經歷過這個憂鬱的期見過 但是如果是很長時間的憂鬱 就有可能是一些病態的症狀 那至於焦慮 焦慮就是簡單來說 它是跟我們的內在的衝突有關 比如說我們現在面對的一件事情 那是我們的內心不太能夠去接受 但是要必須要去面對 這時候就會產生所謂焦慮的情緒 那可能是伴隨有像是緊張、不安 或是很憂心的這樣子的情緒的反應 就這兩個基本上是不太一樣的 那剛剛講到這些憂鬱它的來源 是因為這些難過的事情 而焦慮呢 它的來源就是一些我們內在的衝突 所以當這兩種情緒發生的時候 第一件事我們必須做的 是要去分析我們自己的情緒的來源 比如說今天我們的焦慮是因為 今天要考試 或者考試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通過的話 會導致會被當掉或者是會被退學 那這時候我們的焦慮就很明顯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到自己的這個 擔心的這個來源 才有辦法去針對它 而去改變我們的看法 所以這個焦慮的來源 它常常在於我們的 對我們自己的能力上沒有辦法去應付它 這時候我們就會產生焦慮的情緒 那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必須去分析之餘 然後去處理它 而這個處理很可能是 我們心態上的調整 很可能是能力上的加強 那這樣子的改變 就可以減低我們目前的焦慮的情緒 而至於憂慮 憂慮的來源它的就更加的複雜 比如說一些失落的事件 車子不見了啊 家人過世了 那這樣子的情緒的來源 它會導致我們的憂慮 那這個憂慮假設它是短時間 我們覺得這個是正常的 我們不見得必須要去特別的處理 但是有些人它是持續的憂慮 那這些持續的憂慮的人 它通常他們的觀念上 會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模式 比如說看待自己是覺得比較自卑的 比較沒有信心的 看待未來是比較無望的 比較無助的 看待過去的經驗是比較負面 比較負向和比較失敗的 那所以像這些固定的這種思考的模式 其實會導致我們憂鬱的這個情緒 所以這個憂鬱的情緒 它其實在處理上 也必須要從你自己的想法中去分析 然後再去做它的主意的去破解它 culmin兩次的思考 也好 我覺得這個的地形 是大辣子 我覺得可以很喜歡 感覺 對 那樣 感谢观看